在我們的這個佛教徒來講起來 很容易患 很容易患 什麼叫做容易患 很簡單 師尊講一句這個 師尊在彩虹山莊做廢積金剛火供 那所有在西雅圖的弟子如果是沒有事 他本身沒有什麼重要的事 那麼他應該要來參加 那麼溫哥華呢 溫哥華距離是比較遠一點 我們不能勉強溫哥華的弟子 開三個小時來又開三個小時回去 而且是在下雪的天 下雨刮風的天 勉強他們來 那個溫哥華是不用的 如果師尊在做重要的佛供 或者在做重要的這個法會 那麼你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麼你說 哇 這個別人去就好了啦 反正師尊這個灌頂 台灣他也會灌頂的 馬來西亞他也會灌頂 這個回到西雅圖他也一樣會灌頂的 師尊的人很慈悲啊 總有一天會灌到的 不用去啦 馬來西亞也不用去 台灣也不用去了 這個山莊也不用去了 總有一天他還是會灌頂 總有一天會等到師尊灌頂 就可以了嗎 何必這樣子匆匆忙忙到處跑呢 那趕法會 這個太辛苦了又發錢 雖然我有錢有閒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不用去參加啦 總有一天師尊會到我家來灌頂 這個換的就是親夫罪